一手拜官公 一手包租公 连日来绿营紧咬侯友宜家族的凯旋院高租金压榨学生 在翻出民国一百年大群馆和文化大学的合约认为不合理 这个合约从一百年签到现在 从学生的身上照至少牟利超过三亿元 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合约 自第二年起因逐年调账 每年调账一次 其调账幅度为前一年租金之百分之五 对于绿营指控 国民党也开记者会正面回击 侯友宜妻子任美玲透过声明指出 开宣院是婚前继承 重申从头到尾部属于侯友宜 但前立委段颖康也书爆料 这房产起造人是任美玲1994年出资成立的 优有投资公司 当时两人早就结婚是侯家族盈利事业 质疑侯友宜再说谎 在你1994年婚后才成立的公司 所以我就要问你侯友宜 你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谎 大概只有七八百万以下 七百多万 这是侯太太原有的财产 只有她能够处理 侯市长完全没有权利能够处理 蓝绿为了凯旋院继续护杠 从门牌划分成103户是否为了避税 加上过高税金都成为工房焦点 而任美玲似乎也做出妥协 任美玲透过伙伴表示 2026年后会把凯旋院 以包租代管方式改为社会住宅 大选当前就希望开学院风波赶快平行 三选国会顺候采用台北策报道